Hello 酷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陆夏 我是宇宙林思雨 我们一起主演的《尼波自由市》 是一部爱情都会的信喜剧 我们的slogan就是 I am who I am 爱自己的样式 你看这衣服有没有很好看 这哪里买的 我在BURB买的 那我们这部《尼波自由市》呢 11月1号就在三大平台同步上线 分别是Hummy Video My Video还有Friday影音 一定要收看哦 我在《尼波自由市》里面室演的叫Pony 为什么它叫Pony呢 就是它有进一个podcast 叫做Nippo 匿名 然后在里面聊一些性啊 爱的一些主题 那它是一位潮流媒体的编辑 白天在上班 但晚上就有点想要约跑 但跑着跑着 它就晕船了 它就是个标准的晕船仔 对 就是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 就是跟我们一起看一下 就是在它这样一个 晕船的过程当中 到底怎么样找到一个 爱情跟工作的平衡 那我饰演的呢 是叫做阿萱 她是一名网路的媒体记者 其实跟她有点像 我也是很喜欢约 但是呢 她比较不一样 她再更扎一点点 她是一个 扎约 扎 但是没有 我是跟对方有好好的说好 只是她就是对象换得很快 然后我在里面是喜欢女生的 然后就有非常多的 特殊关系的好朋友 可是她在后面呢 又会遇到一些很特别的对象 让她有一点小小的转变 就可以看这个 嘴巴得理不饶人的傲娇 她后来从傲变娇的一个可爱的过程 又变娇好像没有比较好 真的吗 傲变娇 傲变娇啊 你就一个 她一开始就很傲啊 然后就是有点服下来那种 有一点点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想说 我也有人要看吗 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 但我觉得这个剧本来 在当时对我来说 很重要是有一个 就撕掉我以前对于 偶像剧的一个角色的想法 然后想要撕掉这个标签 那也想要让自己有一个 No label 压我们的I am who I am就是 No label No label 对然后就是也希望自己有一个突破的机会 然后在当时我觉得 剧主委帮忙我们很多就找亲密指导啊 然后那时候填到就是 有去问了一些gay friend 然后我的一些约跑的朋友们 然后也做了一些像是网路潮流媒体的编辑 他们到底在忙什么 其实我第一反应是觉得 因为我觉得大启度的戏 其实台湾不是没有 但是大部分都还是严肃且震惊 或者说偏艺术片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跟商业 或者说这么生活在地的做结合 所以我其实是很惊喜的耶 那我的话一样也就是两个层面 一个是记者的填调 就我那时候访问了不少记者 就是他们平常工作的模式 大概是什么样子 然后也有问一些 平常会留恋于酒吧 或是夜店的朋友们 他们的生活模式会说 怎么样跟人家dating 或是怎么样跟人家约上 所以你已经很会 怎么还去问人呢 你太看得起我了 还是要学习一下 对对对 然后还有特别 每天都会修剪我的指甲 我相信懂的人 就会懂我在说什么 对我对线的男生 也要记得修指甲 没有错 好 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很多吗 很多 我觉得他完全跟我很不一样 就包括心爱自主 心爱分离 然后约跑这件事情都是 我听朋友说他们的故事 就是我自己 没有这么的亲身体验 对所以 但我觉得这个角色 他带给我是 给我很多突破跟跨越 因为就是 你知道自己 私底下生活没有 那我们就拿到角色 一起去享受吧 我们就体验新生活 对 那我觉得一样还是有啦 就他的矛盾跟纠结 我觉得在 不管现在女性或男性 有时候在对于爱情跟选择 或者是 你有了性关系之后 然后有一点晕船的这些纠结 我觉得有时候 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矛盾 对 他跟我蛮像的 那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阿萱 我们的核心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跟阿萱 其实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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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众朋友 呈现出来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是嘴巴比较坏 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那我就是会 我就是标准的拉拉 我说你好棒 你是最棒的 我真的没有 没有打气 我是加热打气型的 就是我们都很众朋友 可是我们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我们对待情感 其实都算是蛮自由的 但他自由蛮身体力行 我是属于思想开放 我接受一切的可能 但是他可能不会在我身上发射 有色无痰 很好说 不能这么的直接 也不能说是有色无痰 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执着 我比较看得开一点点 其实我老实说 我觉得演完 我的欲望有被打开 这可以播吗 我觉得我要说那个 不是真的 for这么的欲望 但我觉得是那个感官 还有心的那个打开 就是我因为饰演pony之后 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 发得很深 对 就是原来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欲望 原来我也可以 可能偶尔散发一点女人味 你一直都有 你是最棒的 我好像想 对 然后就是让我 好像比较自在 然后也爱自己的身体多一点 因为之前对自己的身体 比较没有自信 那我觉得因为 飾演pony 他必须 非常的有自信 然后非常的觉得 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即使有一点肉 即使没有那么的 不是适合的完美 对 然后但他还是人 就很爱自己的身体的样子 我觉得跟我们的 剧的一个slogan 还有我觉得 对于我自己的自身 然后也上了一门课的感觉 那我的话 其实应该说 因为我本身就很 刚好性别 是我非常关注的议题 所以我其实是 非常兴奋的去拍摄 因为我好期待 可以用这样 那么多元的观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些东西 可能都一直都藏在我的心里 但是我不太好 不知道用什么形式 跟大家说 那我觉得 作为一个演员 最幸福的就是 可以用戏 然后说自己想说的故事 我觉得就是 心爱自主这件事情 对 心爱自主他 有时候说的容易 但是做的难 对 然后我觉得 自己在他身上也学到 他是可以同时并行的 然后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也 多于好像 流于外面身体的一些开放 是更深在 自己内心层面 我可以知道 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做了这样的选择 或是我发生了这样的关系 但我仍旧不后悔 我任何的决定 然后我也接受我自己 当时选择的那一个样貌 我的话其实是 阿轩的自信 他也是一个 非常有自信的人 自信到 我会觉得 你到底哪来的自信 我们在旁边也是这样看的 我有时候 自己在讲那句话的时候 就讲完 就一下戏就会嘴软 就心想说 因为毕竟我 跟我对戏的人 都是我的前辈 然后我 但是他就是嘴巴会 一直 比如说 我们对戏的那个男对手 就是张舒豪小志 我在里面跟他 其实虽然点针锋相对 我就一直呛他 然后呛完想说怎么办 我跟他又不熟 然后我就觉得 他会不会 其实就是把我黑名单 然后我就当时都很 就是 就是每天收工 我想说糟了 好可怕好可怕 但是其实大家都在工作 也不用想这么多 反而我觉得阿薛那股 真的是由内 由内而外的自信 是我应该还好学习的 然后还有一点 我想要讲的就是 虽然我们的 这个slogan是 I am who I am 爱自己的样式 我觉得也有一个意思 就是 它是 也是爱 也有各种的样式 我觉得这部戏 也想要讲的是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说 你应该知道我很像谁吧 我就是 小志 小志 张树红的一个角色 对 他就是爱情非常保守的观念 然后也是主张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然后其实那时候 在看小志的时候 因为就是舒浩在试掩 他就是有时候 会不懂他的逻辑 然后就说 舒浩我懂 我解释给你听 他就是真的会以 就是爱情忠贞 然后专一 然后不能有任何的 杂志 对 然后我还是非常相信 这样的爱情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小志在我身边 他的一些纠结 我说我都懂 没事 我解释给你听 我就是小志 那舒浩不懂的是哪里呢 我觉得他现在跟小志很像 但他当时对于小志有一些可能 他小志会面对到一些 多重性伴侣的关系 然后他的一些纠结 就是他有一点不愿意 跨出那一步去试的那个纠结 对 我就说没事 我说给你听 我自以为很懂 超不懂 好这段可以剪掉 我还剪掉吗 OKOK 那我的是这个 我觉得我的思想 其实就是妈妈 就是什么都可以 然后什么都觉得 没有标签 什么都可以来 但是我的行为 也就是小志 我的行为很小志啊 就是我进入一段关系 我也都会觉得 我就是要跟这个人 在一起一辈子 就是他了 可是我又会觉得 他是自由的 然后他也可以选择很多方向 我也是自由的 我也可以选择很多方向 可是我不会这么做 你的纠结是pony 你好多给予一声 这应该也不是纠结 就是我 觉得任何都是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我也不会去抗拒 或者说去排斥这一切 但是 但是我没有向往啦 就是没有向往 妈妈那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对感情看得比较淡 对工作为主 没错 Koha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太硬了吗 工作 大家记得看 提播自由式 11月1号 三大平台 为您重复一次 Hummy Video My Video Friday 谢谢 剪掉 刚才称赞我们很好剪 刚才称赞好剪 知道什么剪 我觉得很开心啊 因为凯薰哥非常的享受 我觉得身为观众 你只要看到演员很享受 你观众就会很享受 而且真的那个妈妈一出现 我们整个酒吧 还有我们三个人的氛围 完全不一样 就三个很纠结 或者是为爱烦恼的 三个小朋友 然后在酒吧在那边待着 妈妈一来飘过来 我们的问题全部被解决 对他就是那样子的存在 对但我一开始见到凯薰哥的时候 还是蛮紧张 就是对他有一个很激烈的印象 但他当他穿上去妈妈的所有的服装 他其实整个神情 然后状态非常到位 然后跟我们就是 我们其实都有讲好 可以touch哪边 他就是真的会像姐妹跟女儿一样 就是真的拥抱我们 就是直接来 就是没有好像当时这么的分性别了 而且他的肢体也就是很妩媚 客男客女客言客甜 他很常就是 好你们过来过来 诶住手 干嘛这样子 干什么东西 过来 就有时候我们在旁边看说 凯薰哥真的好厉害 过来 哎哟的那一张 反正我们在旁边欣赏了他的演出 对啊 然后救护车就来了 可以吧 是不是妈妈来了 妈妈接照 他的BGM 其实我觉得片场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 非常有安全感的 然后加上我们之前就有请到亲密指导 所以在所有的亲密动作的排练之下 你整个带到片场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是很安心的 反正是工作人员非常的保护我们 哎好你没有衣服穿抢 然后 毛巾 毛巾 对 来卡来毛巾来 来演员全部包起来 然后我们就没事没事 因为做完 拍完很热 你会想说 没关系 还要关空调啦 对还要关空调 我就想说 没关系我先在这里就是说话一下 但是大家就是会很有礼貌 就是清场 然后帮我盖上被子 就是非常的贴心 让我很有安全感 我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说放不开的话 因为其实都会清场 然后清场之后就等于说 然后事前排 就像是标准的武打戏 他出招我接招 然后我出招对手接招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就很专业的进行的这个 拍摄 剪掉 这怎么好剪 我是 我是不能允许有任何一个瑕疵 OK 双子座什么时候这么完美 我一直都是最完美的双子座啊 好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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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的部分呢 可以透露的范围就是 我在有一集呢 我跟了一位非常真实的AB男友来对戏 对 然后那一集呢在讲雷炮 但我觉得其实因为他非常专业 然后我很紧张 然后他是专业到非常的认真讨论每个细节 就是可能他现在手要哪里摆 他要不要真的有一点反应给我们 然后那时候当下大家都想说 等一下等一下你先不要起任何的反应 因为他非常专业 他就是可以说 你要多少的反应 三分五分还是全部起来 他就是非常精准的到位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哇你太专业了 我们要就是互相保护彼此 就是没关系 我们这个都是交给摄影机的镜头来戴这样子 然后他其实非常的含吼可爱 所以当他在做一些 他的专业领域上的分享的时候 我都觉得哇 就是我好像开了眼界 然后其实在对写的过程当中 就非常的给他带领 然后有时候你就看他神情就觉得 哇真的像骗子看到一样 如此的专业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就直接在摇滚区 去享受他的表情的感觉 对 就是虽然里面是雷炮 但真实却是专业到不行 真实对 就是但里面的雷炮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探讨 所谓的不戴套到底是不是雷炮 当然是雷炮 没错 是最棒的 一定要只有戴哦 对对对 我的话我其实有很多印象深刻 但突然有个一瞬闪过的 就是其实我们四个人的 其实第一集就有了 因为就是凯勋哥跟那个舒豪 有一点装痞 然后他们在帮我解决一个小难题 因为我觉得那场我们四个人的状态 都非常的欢快 而且因为很难得 我们其实那场并不是在酒吧拍的 我们大部分四个人都其实在酒吧 然后那算是比较少数在外面 然后太阳光底下 然后四个人一起完成了一个小任务 也那个戏中戏 戏外戏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还有被凯勋哥打 对他是真打还假打 他跟我们说假打 但他真打了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 凯勋哥 凯勋哥你 凯勋哥 凯勋哥你就真的要真打 对那么欠打 我怕凯勋哥 看见他又不会看到 好这部剧呢 就是下班轻松追 幽默又感人 是不是很无聊呢 但是晕船仔你必看 跟我一起晕船 但是跟我一起成长好吗 加油加油 那我的话呢 就是海王海后看起来 我们来battle 我很烂 留下账帖 我很烂 好你们去私讯他 没有没有 我真的很烂 前辈然后跟我 好欢迎如果这有Touch 到你的话 私讯分享给我们 对啊 我很想知道 你们的招是什么 因为我很想 虚心学习 我们一起主演的 尼波自由士 他是一个一到十集 都在讲有关爱 性 还有关系上的一些议题 那如果Touch到 你的故事的话 也欢迎跟我们一起 角色成长 没错 11月1日起 在Hummy Video My Video 还有Friday影音 请跟着我们一起收看 Koha的观众朋友们 Koha 你让我们好Hotcore 跟我们一起收看吧 Hotcore 请 Hah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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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